強風猛吹 大樹倒地 灰蒙蒙的天空 所有物品全往上捲 就連鐵皮屋也撐不住 整片屋頂被吹先 甚至還有行進公車差一點來不及閃 就要被落下的大樹擊中 德國西部城市帕德伯恩罕見刮起龍捲風 時速達一百三十公里 不少建築屋頂被吹先 樹木連根拔起 還有上百棟房屋 地下室淹水 強風也吹到部分電纜 導致部分地區斷電 鐵路交通夜中斷 警方呼籲民眾留在室內不要外出 至少有30人受傷送醫